雷射切割是什么? 压克力雷切五大疑难杂症大揭秘 雷射切割可应用在许多不同材质的产品上 做多元的产品设计 尤其许多人尝试用压克力材质进行雷切 然而雷射切割的技术有一定的专业性 许多人常常在不熟悉雷切设备的状况下 产出失败的作品 以下一生将透过五点常见问题大解密 解决你在雷射切割上的疑难杂症 压克力雷切有哪些优点? 一、高透光率 压克力材质的透光度达92% 比一般玻璃更高 可达到遮蔽、隔绝的功能 除此之外高度透光率也可达到非常好的采光效果 压克力切割的设计范围含阔汽车零件、交通器材、装潢建材等 二、耗材低成本 压克力成本低 成为小资族刚开始创业的首选 尤其如果想要提升雷切的技巧 刚开始当然会经过一番失败 以小额创业的朋友来说 刚开始资金有限的状况 如果耗材成本低 绝对可以帮助小资族在雷切的路上慢慢稳定成长 且更不用说压克力材质本身的应用范围非常广泛 可以让业主尽情发挥创意 打开发新的压克力产品 三、耐用强度高 压克力的韧性强且耐高压 像是海生管的水族箱 战斗机坐舱盖 以及仅用震爆盾牌 都是使用压克力材质制成的 因压克力的韧性与抗压性非常强 可抵挡外在冲击 这种特性是其他材质无法比拟 雷射切割怎么做才不会有黑边 一、纸胶带遮蔽法 在进行雷射切割前 可将纸胶带粘贴在材质表面后 再开始进行切割 待切割完毕再小心撕除表面的纸胶带 这样即可以避免掉雷窃时边缘产生黑边的状况 若是使用可燃性较高的材质 建议可以用纸胶带尝试看看 切割效果非常容易 二、纱纸摩擦消除 切割后发现有烧胶的黑边也不用担心 只要准备一张纱纸 在切割好的商品周围摩擦 将胶黑杵磨除后 再用吹风机或其他吹风设备 清理掉表面的卸渣 就能恢复到原来的模样 是在紧急状况下使用的方法 三、吹气大小运用 介绍雷射切割操作 如何处理切割边缘焦黑的问题 然而如果能先做好吹气的运用 就可以在不做任何处理的状况下 直接一口气做出漂亮的切割 建议进行高功率穿透切割的时候 调整强吹气辅助切割 达到及时冷却效果 而若吹气则是可以在进行表面切割时使用 这些方法有助于避免切割边缘焦黑问题 提升质感 雷射切割切不断 三种方法暴拟之 一、功率大小 雷射切割机的功率分成高中 第三种 雷射功率越高 产生的能量也就越大 在切割时也就更容易穿透物品的材质 但过高的功率会造成底板过度耗损 建议使用者要了解材质的硬度或厚度 做出适当调整 避免发生切不断的状况 二、速度拿捏 切割的速度需与雷射功率成正比 在切割速度快的状况下 只有雷射高功率 才能在短暂的作业时间里达到穿透的效果 所以遇到雷射切割切不断时 最好掉高功率 提升雷射速度 来回重复切割 不止能够有效解决切不断的问题 还能增加边缘的平滑度 三、材质选择 雷射切割之所以会有专业的参数设定技巧 就是因为必须配合不一样的材质 才能在商品的切割上有完美表现 如果雷射切割切不断 建议可以先了解该材质的特性 请教专业技术人员 雷射切割机虽然能应用在多种材质上 不过还是需经过测试 开始执行前都要经过全方位的思考 降低切割失败率 雷射切割机推荐一生数位 20年专业雷射切割机经验 提供一条龙专业技术指导 以及最完善的售后服务 轻松将你的创意化为现实 开创无限的可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